教授各位在座的各位協進大家好 我是樹高中林芳菊老師 我這個計畫也是很倉促 在四月的時候接到彰化禮中 請我來協助說 因為我們要十二年國教 十二年國教現在就進入學 學生的差異會變很大 彰化禮中他接受到教練部的委託 就是國音術都要做一個模組 我們來怎麼樣來實行差異化 這個分級 視性分級教學的這個模式 那所以四月份接受到這個訊息 才開始作業 那所以我的主要是 像剛才孫小蘭老師講的 因為森林工業他是強調 學生可以自動自發 能夠有互動 就是我們基本上一些分組討論 還有共好 共同追求未來 那個美好的生活的這個理念 然後主要是誘發學習動機 跟他們的熱情 因為我覺得其實低成就的學生 像以英文國文來講 可能他不是不會 而是他不願意去學 那所以說我們怎麼樣 滿足學生的學習需求 然後促進提升他的學習動機 我們才能夠有效的真的補救教學 這個是我們在思考的部分 那為什麼要實施這個分級教學 就是因為可能12年國教之後 學生的差異會變得很大 以往的話 我們可能這個大家 像我們學家來講 可能BR還68 那現在可能40幾 都已經陸續進了 那所以說不同的學生 怎麼樣做避免以前的能力分發 那又可以說 根據後段的學生來比較 加強他們那個 提升他們的學習意願 所以說要實施這個分級教學 那12年國教之後 我們107課綱也變成國文 只有四級 四節課 四個學分 那所以說 國文主要培養文藝欣賞 跟文化涵養的部分 那到高中來的部分 文研吻又是加強 所以文研吻的拉鋸可能會大一點 那所以說我就用了藍庭級 因為剛好是高二 那個二下的部分 那我們學校本來也有分 資安組那個數理實驗班 一班數理實驗班 一班語文實驗班 其實我覺得這也是分組分級的部分 那另外一班的普通班資安組 這個這一班不是我的班級 是那個老師是因為車禍 所以常常我們課內的老師輪流去代課 所以我才會用這兩個班級 來做這個跑班選手 因為當時候他們現在是分組 以英文跟數學來講 數學就是學生差異 他們的理念是希望說 一個群組大概四個班 那A跟C可能人數會比較少一點 尤其是補救教學 這個升是可能無底洞 那中間兩個班是B 就是一組像中正高中 他們是一個四個班 然後同樣那個時間在上英文 那個來跑班選手 那所以說我用兩個班的前提 就是說我們國文可能 他前面的基本上先上完 大概老師都上完之後 那剩下兩節課 就是兩節課的那種跑班 加深加廣的部分 再來做分組教學的部分 那所以說兩個班大概80位左右 那我是希望說本來是想說 讓學生就是自由選擇 他是要ABC哪一個組別 因為像中正高中 他們高一進來的學生 也是他自己就是說 他以他的國中會討的成績 然後來分這個ABC 三個不同的群組 那所以我就是用這個藍庭集訓 來做一個教學勢力的部分 就希望說大家看 因為這個也是一個出大概的模式 那再請大家給我一些建議 那大概就是按照他的語文分組 能力大概分到適合的班級去 那每一班大概是二三十個人左右 因為就是要就是照顧到 更多的這個學生的學習情況 跟提高他們的學習品質 那同一命 因為是高中會牽涉到一個繁星入學 所以他們平常很在意 就是他們的這種學科評量的成績 那以中正來講說 我們在命題的部分 一樣就是其中其末 這三個都是百分之六十 就是這樣百分之六十 大家都是一樣的成績 然後一樣的命題方式 還有就是平常的這種小考驗 他們也中正高中來講 他們也是有百分之十五 都是同樣的命題的這個題目來提醒來做評量 那我這個我們國文科的教學核心 在還是在閱讀跟寫作 所以說以閱讀來講 就是根據PISA來 我是想說這個教材的是 因為不同的教法跟教材內容 那閱讀素養的部分就是 當然必成就的我們還是希望他至少解許資訊 然後到廣泛理解 中等的可能他廣泛理解到發展解釋 那可能高成就他可以到寫思文本道 創新這個評鑑的部分 這個是大概是根據這個理念來做設計 所以說高程度的學生 我們希望說他可以運用一些事實概念程序 到評鑑發創造的這個層次 那中等程度的學生 我們至少希望他可以把他基本上 課本學習內容可以運用跟分析 那低程度的學生 我們起碼的要求是 他可以了解到整個課本的這個事實 知識的這個內容 這個是基本的 對最起碼基本的了解 那所以說 我的設計來講 就是低成就的學生主要是 他可以就是比較簡單的 檢索理解的部分 然後填空摘要來做設計 那中等程度的學生就是 他運用一些表格串連來統整 分析這個文本 那高成就當然是運用一些比較 文章結構 比較創新的部分來寫 幫助他們寫思建長文本 所以我的前提是 這個兩班的學生 他們都已經上完 就是兩個老師都已經分別上完的 這一課的藍庭集序的內容 那我就是他們最後一節課的時間做一個簡單的測驗 那就是我的測驗就是50題左右的藍庭集序 大概是那個20題 藍庭集序然後春菸驗中碧桃花園區 這個都是他們自己可能在學習講義上面有的 自己自行閱讀 莫實際跟試說清理這些相關的題材 總共閱讀測驗是50題 那當然我有稍微先 請高山的學生先做過篩選 看那個題目難易度跟測一下那個時間的部分 那我有 因為後面就是後來篩選到試題的白畫的部分 所以那試題就是一分 那第53題是詢問他們的分組意願 因為有的學生可能他們想見中 有的可能他希望到比較低層就在那裡 Idle 休息 那每個學生的學習意願不一定要 就是給他們一些課程的規劃 然後詢問他們想要去學些什麼內容 所以我第53題也是分組給他們畫卡 就是這個最後的時候 我是讓他們自己選擇說他要去哪一組 然後根據他的成績來 我們來做篩選 所以就是定一個時間 這個6月1號那一天做分組測驗 然後6月2號禮拜四 我們下午剛好兩節的做文課 來做這種跑班選修的部分 因為其實綜合高中 我們本來就有跑班選修的部分 所以選修課程的規劃比較容易 那選修課程的規劃一樣都是 譬如說兩個班就是乘以1.5倍 他可能至少要開出三個班級的選修 來讓學生做選擇 所以這個是可以做到的部分 那兩班其實樹里實驗班 跟普通班級本來就是有落差 落差很大 這個平均差有20分以上 最高92到最低 所以其實他們如果說在同一個班級 其實是有時候也是很很難來做 滿足到他們的這些學習需求 所以就是 簡單做一個那種閱讀理解 我只是根據他們的閱讀能力來做評量 沒有做一些自音自行的部分 那選擇這個大概這個分數的分配情況 大概是90分以上的有三個人 普通80分這個26 因為都是直接50題 52題的單選 然後這個中等能力這個 79到60分的大概35位 80分以上大概20位 然後60分以下大概13位 那我最後一題讓他們選擇說 你要到ABC哪一組的 因為我課程規劃 我有先跟他們提過說 這個我要做一個這個教學實驗 他有問卷給他們 大概會做什麼 然後課程的內容先設計給他們 請他們自己勾答 他要去ABC哪一組 所以選A組的部分大概是20位 然後中等程度30位 那個最後的20位 那有四個人就沒有選 就是可能他覺得去哪裡都可以 他就不喜歡 那四題來講 我是分析一下 大概是比較答對力比較低的 這兩題 因為可能學生對於題目太長的時候 比較不容易去歸納理解判讀 那所以說主要是 我想我的一些簡單的 這個初步的規劃 但是我們在想就是說 你真的針對地成就的學生 我們要怎麼樣 讓他這個設計 課程的內容會比較活潑化一點 讓他們有興趣來學習 那怎麼樣分歧 跟怎麼教一些教材的內容 所以這個是 等一下大家可以給我一些建議回饋 那我的研究建議大概是 字字是這樣子 那這個 剩下的就是說 我的教材我沒有印出來 就是我們可以一起看一下 就是我的高等 那個 針對比較 程度比較高的學生 我的教材就是 實行 讓他們做書法教學的部分 因為這一組我是 就是直接請我們學校一個書法老師 然後 講那個 各個書法的部分 還有 當然也有設計一些 裝紙討論 生詞的部分 然後他們主要是強調 莫辭記真拱的部分 因為我想說 真拱這一篇文章 就是根據他們達體狀況 再來 看看是否需要再做一些 怎麼樣的討論跟 那個 加強的部分 那個 那個 中等這一個教材的部分 就是說 因為我想 普通學生程度的學生 他可能是 他可以做一些分析比較 那所以我給他一些影片 再做歸納 然後跟 春菸燕中地桃花元序 來做一個對比 各位老師可以搬到後面的 就是後面的那個 教材設計的部分 就是 最後 副錄一的部分是 副錄一的部分大概幾個 三反九十三一 這個是我給學生的 大概是 就是那一天我大概跟他們講說 我要做一個這樣的實驗 然後給他們 就是大概整個流程規劃 然後課程的內容 然後就是跑班學修的這個位置 這個是 第一個 那 這個是那個高能力組的部分 就是我請我學校那個書法老師 他剛好那兩節的時間可以幫忙來協助 做這個書法 王錫之的那個藍廷集訊的賞稀 還有這個其他字型的那個文字的演變 然後文章結構的部分他們自己 因為本來的那個 剛教那個 數理實驗班的老師不是 他不擅長書法 所以我們那一天也有做一個協同教學的部分 那這個是 文章結構的部分就是主要是 就是針對比較層次比較高的那個 學生來做那個演練 不過因為後來那個校長是希望說 我們至少因為只有兩節課時間 其實也看不出什麼樣的這個教學成效 所以他是希望我們是以後是不是可以發展一個 整個學習的這種兩節課的課程 針對不同能力的學生來做一些 讓他們可以有學秀一整個學習的課程規劃 那中等的程度 我是希望說就是以那個台中二中路老師 他的邊的這種東進新線報 我也是因為我這個班的自然組 我就是高三他們老師就是生病 然後我就是直接接上來 那我就是以 我跟他們講說 就是以編這種 他們那個 像東進新線報這樣 針對三十篇的古文 然後我們是兩個兩個一組 可以來編一份 就是說讓他們覺得說 他們做一些什麼樣的這個文章 可以像現在編個報紙 可以有不同的這個設計內容 他們可以規劃出來 然後順便複習一下古文三十篇 這是大概中等程度 那中等程度的主要是跟 這個 春艷燕終地桃花園序來做比較 就是說我讓他們看完 獎勳的那一段文字之後 讓他們也填空 這個填空 因為那個是只有兩節時間 所以我是根據這一份 東進新線報 讓他們挖空的填空 就是他看完那個 影片之後他可以其實再複習一下 把那些相關重要的訊息填上去 然後順便把這個 春艷燕終地桃花園序 他們在自己再整理一下 這個是大概的中等程度的 學生的課程規劃 教學內容 那那個畫面這一組 程度比較低的 就是說 我是最近啦 因為當時說 他在強調那些重點災要的部分 然後填空的部分 另外一套的教材 我就是大概就是搜尋 各個不同的 然後來做整理 然後那個分配到 各個不同的那個程度的學生 去做那個讓他們做這個複習 演練 然後這個最後 當然就是我還有一個 最後20分鐘 還有給他們一個做短文寫作的部分 那這個就是我陸續 我這樣再繼續做 就是短文寫作部分 因為學生成都比較不好 他除了閱讀能力不好 他的寫作也不好 就是在那個 我們要付入二這裡 就是一個寫作的閱讀測驗 文章解讀 我先寫了兩題 那這個低層就學生 他就是完全空白 有兩個學生他就完全空白 不寫沒有教出來 然後就是中等學生的程度 大概像我們班來講 他就是很多人 他就只是把文具抄上去 他沒有用他的畫自己再詮釋一下 這個文章解讀的部分 是最後我再整理 然後給他們寫作 那就是說我希望說一整個 如果說真的要做下去的話 就是整個課程 整個學習的兩節課大概18 18個禮拜 然後做一個課程規劃 完了之後 然後再做一個 就是後面的部分 我譬如說一樣 同樣都是文章 這個解讀的部分 我這個學習是有在想要進去做 然後做後面三四題 然後讓他們同樣這樣子 譬如說學完一個策略之後 然後他再來做這個練習 做甚至閱讀理解的策略 是不是有比較好的那個學習效果 這個是我大概做這樣子的 那個規劃跟報告 那是不是說如果再做了 各位教學建議 如果再給我一些提供一些建議 就是我只是大概初期的 是這樣規劃 就是說我們是希望以後的那個 分組教學 打破能力分班的那種課盤印象 就是這個時間 譬如說我們國問課我想應該不需要說 整個四節課都拿來分組 那課程常常在排課的時候 也是比較麻煩 那譬如說兩節課的時間 我們大概每個老師 他都把他們課程進度上 這是那個我的 有一張最後的研究建議裡面 他們的整個課程規劃 裡面一個學期 然後針對高中低 這個三個學生的 他們配合他們的自己的學習需求能力 來做一個整個學期的教學規劃 這個是可能 我們這樣子教學會比較有 對他們來講 尤其是地成就的學生會比較有幫助 因為地成就的學生如果說 人數比較少 因為我們現在補救教學 面對一個問題就是說 沒有補救的時間 如果說像排在週六 學生的學習意願不高 他不會來 尤其是讓他們自動來的 他不會來 那如果說你要一個設計的課程 對他們真的是有幫助 一整個學期兩節課的學修時間 因為如果說教育部有這樣的機會 就是兩個班可以編出 就是兩個班可以編出 三個跑班學修來 那我們第三個班 那20個學生就比較好講 因為像以往我們自安組 因為我們是重告 有時候他們那個 數理實驗班只有30幾個 然後職業內科只有20幾個 我們自安組都要塞到49個人 那49個人我怎麼有辦法照顧到 這麼多其實像那種22個 他上個就是趴著睡覺 然後就是滑手機 這種學生 你就是要兩個兩個 然後整個20個這樣子 讓他都是不斷的在做活動 不斷的有一些15分鐘就給他換一個活動 像我這次來就是先給他們做一些成語 他們那天做一些成語 比如說畫腳或是成語的那個推銷的話 他們就會比較有興趣去做這些 參與這些教學的活動 所以大概就是我簡單的這樣子包 那希望說大家有一些意見 各位等一下給我回饋 謝謝